大家好,我是麦子学院王刚 在本期课中,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这一个HTML之META的应用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一期课中我们所讲的内容 在上一期课中,我们和大家一起学习的是 包括了我们整体可能需要学习到的内容的一个讲解 比如说我们的HTML,CSS,JavaScript,浏览器 我们响应是Web,以及项目实践,这样四个部分的一个内容讲解 那么我们本节课开始就将和大家一起来学习的是 关于这个里边非常重要,非常基础的一些知识 比如说我们本节课就将来学习关于我们这个HTML里边的内容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HTML之META这一部分 我们主要会讲解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是HTML它的一个介绍 然后是介绍HTML里面的META 然后它里面的一部分的一个使用 最后我们会讲解一下HTML5里面当中的META的一个使用 由于我们整个课程是响应式Web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响应式给它讲到过后了 就要来讲关于Web里面这个基础部分的一些理论和这个简单的实践 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HTML 我们HTML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HTML 首先它的一个由来 那万维网上的一个超媒体文档 我们称之为一个页面 比如说我们这里 它就是一个页面 那么我们要去找这个页面 我们主要是通过什么通过链接通过超级链接去找 那么这种链接呢 它是一种统一的资源定位器 通常叫做URL 然后呢通过点击它 那么可以使浏览器方便的去获取到新的网页 然后呢这个也是使我们这个HTML获得广泛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因为我们通过链接呢 能够快速的去找到我们这一个资源 那么这个网页它的本质呢 是一个什么超级文本标记语言 那这个呢 大家可以去通过这个HTML 它的一个英文全称去了解一下 然后呢通过我们这一个HTML去结合其他的web技术 比如说我们的小本语言 公共网网关机口图件等等 那就可以去创造出这个功能强大的网页 比如说通过我们的HTML语言啊 我们就能够 通过HTML语言与其他技术的结合 能够创造出功能强大的网页 那么我们这个超级文本标记语言 我们HTML呢 它实际上它是标准通用标记语言下的一个应用 也是一种规范标准 那么它通过我们的标记符号来标记要显示的网页中的各个部分 我们一个文件 它是不是我们的HTML 文件 它是否是这样一个网页呢 我们主要是什么通过它里面的一个标记符号来辨别 那么网页文件呢 它本身它其实是一种文本文件 那么通过在这个文本文件当中添加标记符 可以告诉浏览器如何显示情况的内容 那说到这里呢 我们就要告诉大家 HTML文件 除了在我们上几个当中所说的 我们会在这个网页里面可以去创建我们的HTML文件 其实我们也可以使用最简单的那就是中文化 通过文本文件也可以去创建一个HTML文件 那么它通过标记里面的符号呢 可以到处浏览器 我们去显示什么内容 它到底是一个链接 是一个什么 一个图片等等 这些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标记符号去标记 然后呢 它的语言特点啊 超级文本标记语言 这个文章制作不是特别的复杂 但是呢 它的功能特别的强大 支持不同的数据 时的文件嵌入 比如说我们网页上看到的 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这些图片啊 还有呢就是说 里面有一些动画呀 这些效果 都是可以去在网页上啊 做相应的这个展示 所以呢 它这个功能啊 是非常的强大 然后它的一个啊 书写的一个整体结构 一个网页啊 对应多个STM文件 当然不是啊 定是这个情况 它说的是一个网页可能会对应多个STM文件 就是说 那当然有的网页啊 也也就只有一个STM文件 这个要看我们自己怎么去写 然后呢 它的这个标记啊 可以通过它的什么后续名啊 文件的后续名来辨别 它以STM或者是STM 这两种方式啊 作为扩展名 我们都认为它是这个啊 广界文件 然后呢 它可以使用 能够生成TNT 类型的原文件的文分编辑性 来产生我们的这个超文分标记原文件 然后在这个HTML里面 它主要 可以包含几个大的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我们这个这个 这个 DockType 的文件 文件 文件 类型的一个定义 然后呢 是这个底链 底链呢 我们啊 主要是通过定义这个HTML 以及我们的这一个 Head啊 主顾 然后呢 是这个Body 我们一个HTML文件是必须要包含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HTML Head 这个Body 这三块 就是必须要包含的 然后呢 在我们的Paid里面啊 可以去添加 啊 一些 信息 设置 比如说文档的标题 以及我们可以去链接外部的资源 以及定义这个脚本 外部的脚本 当然都可以 然后在Body里面呢 主要就是什么 实现 这个网页啊 它这个内容 主体内容的一个显示 那这些呢 就是我们关于HTML的一些介绍啊 主要包括啊 怎么来的 然后它有什么用 然后呢 就是说它一个书写的方式 我们怎么去写 然后它也是一个 啊 什么样的文件 是一个HTML文件啊 大家 应该知道 啊 可以通过它的后缀 去 去辨别 然后呢 就是它的一个文件的一个结构 必须要包含我们的几个部分 HTML Head Body 然后呢 我们说了在Head里面 可以去定义 这可以在这个头部当中 我们去定义这个 页面的标题 序言 说明 这些内容 然后呢 其实啊 除了这些之外呢 我们在这个Head里面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 可以看一下这一句 头部当中啊 最常用的标题 是我们的标题 拐头 我们的Meta标题 其中这一个标题标题 用于定义这一个网页的标题 它的内容 显示在网页创可的这个标题栏上 比如说啊 这里就是我们这个标题啊 这一段 然后啊 我们说了还有一个什么 非常重要的就是Meta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Head里面中Meta的一个介绍 那么Head里面当中的Meta啊 那我们主要通过 定义语法和这个长线属性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Head里面当中的这一个Meta 啊 定义和语法 我们Meta呢 元素是可以提供啊 有关页面的元信息 那通过它的一门一设 他就应该知道了 Meta就是我们的元数据 元信息 比如啊 它可以去定义我们的 针对搜索引擎 和更新频道的这个描述 和关键词 然后这个Meta标签呢 位于文档的这个头部 就是我们的Head里面 它不包含任何的内容 Meta里面 可以不包含任何的内容 Meta标签的属性 定义的与文档相关 这个成关联的名称的限制队 就是说我们要去定义 在Meta里面定义这一个文档 里面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它的作者 它的描述信息 这些呢 我们可以通过在Meta里面 去定义相应的属性 来来设置相应的这个信息 那在Meta里面啊 标签永远 位于我们的K的元素内部 然后呢 元数据总是以建制队 名称 直的形式被成队传递的 那这一个呢 我们可以通过 这一个Dreamweaver生成的 这一个HTML默认文件 来看一下 它的头 我们首先认识一下这个HTML 头部啊 DOCTYPE文档类型 HTML 然后下面就是这个HTML的嘛 它的一个建 HTML啊 一个成队 成队的一个标签 然后里面就什么Head Head里面用的Title 标题 然后呢 什么Meta 然后下面有一个Body 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HTML 必须要包含了一些部分 然后在这个Head里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Meta 他 他要给他定义这个 定义一些属性的话 给这个文档 那么他会怎么做 他会定义什么HTML等于什么 也就是我们的 这一个我们可以称它为K 建制 然后上面呢 是它的值 Value 那同样的其他的也是一样的 Content 内容 它是一个HTML一个文件 那它的这个制服 采用UTF-8 整个编码 那这个啊就是我们默认的一个Meta 它的一个建议 然后我们看一下 里面必须的属性 也就是让我们 我们去创建一个HTML文件 它必须要发现的属性 那么就有这个Content 它是定义与HTTP EQUAL 或者是NAM属性相关的 连信息 这里我们定义的就是这一个 Content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名称 把这里换一下 我们就能够看到 Content 它的一个内容是Text 这个文 文件类型 它这个属性 它的内容是Tex HTML Chassets UTF-8 那么它默认就有了 所以说我们一般情况下 我们要去管它 这是必选必须的属性 然后我们看一下有一些可选的属性 这个HTTP 费务里面可以去设置什么 BAR 过期时间 定时刷新 然后我们的SETCOOKEY 可以去设置我们的COOKEY 那么可以把这个Content 属性 关联到我们的HTTP 再通过 然后下面这一个是将我们Content 属性关联的一个名称 那这个名称包括我们的Authur 作者 Description 描述信息 Keywords 关键词 Generator Other 其他信息 然后就是我们的SCHEMER 整一些可选的属性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LAM属性 LAM属性提供了名称值 这个 建置对它的一个名称 可以看一下下面LAM Keywords Content 它指的就是我们的Keywords 对应的 这个 词 对应的词 就是下面这个 通过这样的方式也可以 记忆 然后看一下这个HTTP 一块五 属性 HTTP 一块五属性 它同样通过 名称值的一种方式提供的 然后它里边 第一个进的什么 Chasset 第二个是我们与贝尔的过期时间 然后我们这里来看一下这个关于Meta 它的一些其他的一个定义 比如说我们的文档的描述通过Meta 怎么去定义 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Meta 它定义了我们这一个创作者和我们这个编辑软件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放到我们这个 里边来 这个文件 然后这一个是什么 编辑软件 有什么深层 这样 这样两个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几个 就算我LAM等于什么 Brunsend的比方 或者说这是这个W3C Squadding Cov.com的那种 那这个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就行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不有其他的 LAM LAM 俗信 Pewords Description Ur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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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人导向 Authour 作者 Gelervator Gelervator 就指的是我们这个网站采用的是什么 软件制作 Copyright 代表了我们这个网站 重返的这个 7天 然后这个期限 如果到期 刷新 这个 定时刷新 定时刷新2秒钟 还有刷新刷新的地址 就是这一个 像 这一个 我们可以把它 放到这个里边 大家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 学习机来 那 这 Cookie 设置我们这个网页过期 那么这一个 我们也可以拿过来 然后 Window Target 显示窗户的设定 那么我们显示这个网页是在哪个位置呢 我们这里 Bo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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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语言的设定 等等 这样一些内容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一些网上的一些教程 大家可以去再了解一下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关于这一个 HTML中的Meta 他的一些介绍 然后呢 我们刚才 其实把里边的 他的一些使用的一些 一些常见的属性 我们给大家一起讲的 那么 后面 我们还要讲的呢 就是关于HTML5当中的Meta 的一个使用 那 我们明明讲的这个HTML里面的Meta 他们为什么我们这里会讲HTML5当中的Meta 因为 在我们 当前这一个手机开发或者是微信开发 一些 开发过程当中呢 对这个HTML5 一些属性的使用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我们要去做 这一个微信开发 开发 然后我们会 要去分对不同的屏幕 不同的这一个 手机 去做相应的 界面的处理 知识印 这些 做相应试设计 然后里面 Meta里面 就HTML5里面 使用 就非常的多 特别是针对里面 Winport 这个属性 是 非常多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HTML5当中 Winport的使用 那这里就有我们这个Winport的一个介绍 那当然它的一个定义 Winport 跟我们之前定义 这一个 Sermon里面的 这个什么 author 和定义方式 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 Lam 等于 这里 是我们的author 在这个里面 我们使用的是Winport 那它的content 就是它的属性 时 我们有不同的一个选择 那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大家能够 尽量的记住 首先是我们的 第一个 Winters Winters 它指的是什么 值的 那这个Winport 首先它指的是一个试点 窗口 我看到了一个设备窗口的一个大小 然后宽 Winters 它是可以制定 一个值或者特殊的值 也可以制定 这个DVS 这个Winters 也就是我们的设备的一个宽度 万什么 那我们可以再去设置 然后Hit 跟这个Winters 对应 这个 我们就不用说它 然后这个Target Denity 这一个是一个屏幕 像素密度 它是由这个屏幕分辨率 很约定的 通常我们定义 每英寸 在这个点的数量 通常定义为这个 每英寸点的数量 它指的就是 我们针对着这个屏幕 分辨率 它包括这个低像素的这个密度 中像素的高像素的三种 这个我们用的不算特别多 那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一个 Init Initial Scale 这个特别多 这个就是初始说放 听到这个说放 我们想一试 大家就应该知道 这个东西 肯定是用的特别多的一个 那种 那么我们看一下 Initial Scale 初始说放 它指的是什么 页面初始说放程度 它是一个不点词 是页面大小的一个乘数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要 要把这个页面 两对显示的话 那么我们把它设为二就是 那如果我们想原样显示 的话设为一 它就是我们一个什么 页面 它的一个缩放 可以 大于一 可以小于一 大于一就是一个 扩大 小于就是缩小 这个应该来说就 很好理解 但是这个用的特别多 然后呢 我们 也可以去设置什么 最大的一个说放值 然后 user getable 用户调整 这一个说法 它指的是用户 是否能够改变 页面说放的程度 是否允许 这个用户去改变这个页面的 说放程度 如果是这个yes 这允许用户对它进行的改变 反之它为lone 就是允许它去调整这个 啊 调整我们这一个说法 那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一个网站 我们 我们如果把他的这一个 user scalable 如果给他设为 low的话 那么 他这个地方啊 显示的就不是什么 是 它就会是一个lone 之一 那 没有设置的话lone 它就是颗粒皮卡的变 所以啊 这个地方 大家啊 要知道 我们啊 定义的这些 对应的一个效果 大家一定要请出 然后下面有一个例子啊 设置屏幕宽度为这个设备宽度 禁止用户 手动调整这个说放 这一个 这个怎么定义的 首先 lame等于 vipod content 啊 它后面的属性呢 就包括宽度 是我们的设备宽度 啊 禁止用户 手动调整说放 啊 userscalable low 那如果允许啊 就把这个漏 整个叶子就行了 这样就行 那这一个啊 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关于这一个 啊 achm5当中这个vipod 这个使用这个 使用特别多啊 大家一定要去掌握 啊 下面啊 这一个就是 对他里面一些使用的一个 啊 一个定义 大家自己去啊 做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achm5当中这个meta 去设置作者姓名啊 联系方式这个啊 跟我们之前的html 啊就是差不多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iOS系统的meta 设置啊 里面的一些内容 简单啊 来了解一下 那我们看这个 这个sm5meta啊 第一个简单就是vipod 因为它特别的那个重要 那那么format detection 我们可以忽略电话号码和这个邮箱 然后我们这个啊 放到我们的一个啊 内容里面 然后设置这个过得姓名 然后就来联系方式 这个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是做的啊 那我们做的 然后看一下其他的比如说这个编码这个怎么简单 然后页面关键词它的一个定义 页面关键词通过这个paywords来做 然后搜索引擎发取robot 然后看一下最下面它的一个什么 iOS它的有一个介绍 根据iOS设备的分辨率来启动画面的水平尺寸 以及上面这一个iOS对这个meta和link的一个设置 第一个开启对这个web ADP上去的一个支持 在iOS里边我们应该怎么去建议 就通过这一种方式meta lam等于apple 苹果代为s mobile web app capable 支持content 代表支持 首先是开始支持 然后呢是改变这个顶部动态条 它的一个颜色可以去改变顶部动态条 它的一个颜色 那这些啊大家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iOS设备 去做一个相应的测试 好 那么我们讲到这里呢 就把我们本节奏啊 希望给大家一起学习到了这个stml 和这个stml里面的这个meta 它的一些使用的一些概念啊 这些啊大家一起学习了一下 那么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首先对这个stml啊 那一定是要了解的 它里面这个结构啊 书写方式啊 这些必须要知道 那第二个呢 就对meta一些常见 常用的一些使用 必须要知道 以及这个stml5当中meta 特别是weeport 这一个是必须要去掌握的啊 这个内容 希望大家在下来的时候自己多花点时间 然后去网上看一下这些资料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本节课的这一个 科学作业啊 那我们本节课啊 这个科学作业啊 看一下 第一个呢 希望大家去理解meta它的第一语法 这个理解常见的meta它的一个使用方式 第三个呢 是掌握stml5当中的这个weeport 这几个呢 这个作用的使用方式啊 这几个呢 就是留给大家的各个作业啊 希望大家下来的时候啊 认真去完成一下 好 讲到这里 我们关于第二讲啊 我们这个meta的这个使用呢 就先讲到这里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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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